让我一重担个推代员 我又说时间都担了 我就说就推一下 推代员还是给他 各位老铁大家好 先说一句话 别的视频看个笑也就算了 这期视频一定看到最后 今天这大哥可不一般 性格特点就是冲动又任性 刚50出头恋爱的不算 婚逗离三次了 大哥叫刘雪刚 51岁水库上班 工资4000块 哎 发现在里头这撒门就出来了 哎呀你好姐 今天的大姐叫王春兰 51岁 厨师工资3000元 我 今天51 大哥你咋还羞涩了呢 咱那么丰富的恋爱经历 都能出教科书了 今天实战咋就不在状态呢 我一看到的人 为什么过日子人 难道大姐这主业是厨师 副业是相面 那第一眼最多能看出来长得行不行 咋就端定大哥不是过日子人了呢 老话说了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咱别这么武断啊 还得再了解一下呀 话重点 找一个又找一个 你这说话好像是在考老外汉语 大哥你这到底是找几个 咱得说明白啊 妈你这人咋不说实话 你老哥的一点实话没有 在没见面之前 红娘就跟大姐介绍过大哥的个人情况 离了三次婚这是心知肚明 咱就正常聊天呗 你咋还总想隐瞒点啥呢 你说就二十多年 那你说你找几个就找几个呗 那这玩意有啥拿的 大姐这气势直接给大哥整害怕了 赶紧就给自己往回援货 我的好姐姐找几个都没过场 你可别臭我 大哥这边轻描淡写 是打算轻松跳过呗 那大妈能放过你吗 你先解释解释为啥离婚的吧 那啥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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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跟 年儿子也走了 我刚没给家说年儿子也掉了 那人还能说走就走啊 肯定有原因啊 师储反常必有妖 两口子过日子 媳妇走了你还能不知道咋回事 我可真是不相信啊 好奇吧 反正没有啊 这位路老爷 刚才有的去的人 狗狗狗 第三年 他就走下我路了 我就有点反感了 我天天我 后一句话天天刻他 三刻两刻他发脚了 直到我 直到发现他 完 走了 就是你要去走 叫电影 大姐一边听一边心里琢磨 就是感觉这里有点不对劲啊 说一个不行两个不行 那第三个不行吗 这玩意是不是里边还是有原因的 那也不能都怨女的呀 那你第三人的话就啥 第三人才不能说就是 还是那事吧 都是千年的狐狸 玩什么了着 你这啥都往前妻身上赖 是真的命运悲惨啊 还是另有隐情啊 第三人 真出去骂我 给我骂过一分头 这么跟着走呢 大哥这第三人比他大两岁 年纪大脾气也大 多过两年嘴也更狠 那给大哥收拾的 墨旁挂在大铺上 根本抬不了头啊 我刚才在大妈的眼神中看见一丝杀气 我都做好五眼睛的准备了 大哥你这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啊 在东北对视一下都兴许打起来 你这直接上手危险系数挺高啊 你这直接上手危险系数挺高啊 要我说这大哥还得是有魅力 多少人头昏都难解呢 大哥一个人就完成仨指标 哪找的对象呢 给我们分享一下呗 老姐们刚才记好笔记了吗 想搞对象 两个渠道 第一网链 第二亲戚介绍 但是咱这大姐一心病是珍重 就好像不从大哥身上 找出点啥漏洞就不甘心似的 闹着半天 咋把第一人忘了 第一人得有原因点 第一人得 真没谈好老爷爷 真没谈好老爷爷 要谈好老爷爷 我们俩也不能离婚 那能给啥 啥老人老人都好也不行吗 是你的老人不行 还是她的老人不行 她的老爷爷爷 这大姐可真是极脾气 少说一句都不行 思路清晰逻辑在线 跑个问题栏目组的预备员工 我们家的孩子 他妈就说的话 说有事你不用得贺 那生一个孩子就给他离婚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我没能够啥原因 那当初别结婚多好 对啊 那孩子生完了 对啊 我们能够啥原因呢 对啊 往这生完孩子 才是这么来离 之前丈母娘是会摇挂吗 自己闺女命中注定有这一难 跟你结婚就是为了妒解 生完孩子就完成了使命 直接把大哥无情抛弃 你觉得我变这个原因充分吗 我这耿直的老大姐啊 大哥到底在婚姻中有啥毛病 好像在大姐心里作病了 这是要是说不清楚 今天晚上觉到睡不好 刘大哥是丝毫不反省 王大姐是傻傻没头绪 这时候不就显得红娘有用啊 了解多少时间你就能结了婚 就一个多月 王大姐来结婚了 第二个也就是 一人是半个多月 王大姐也比较接着通学 接着王大姐也是谁 第三个 没人几下 我们来一个期待 那我懂了大哥 你这不是有魅力会够人 恶狼打老鼠 大哥多少有点急不择时啊 那搞对象都得宁缺无烂 你咋宁烂物缺呢 你对于女人负责了吗 就他这样事情 能对女人负责吗 你就从他说这话 他根本对于女人 他也不能负责 这下可好了 大姐这精神头都来了 终于找到原因了 你这弯框里就当菜 把婚姻当儿戏 大伙都是你的试验田啊 你总这么整 啥时候是个头 那你说一个不行 两个不行 三个还不行吗 那你还怎么整 还想整五六七八呀 对于大哥这种 爱好闪魂的行为 大姐已经找不到 其他更适合的词语了 只能说一句在下佩服 我感觉大哥 你这下你挺有 挺佩服你 这下三七四妾了 我感觉 你这大哥不简单 三七四妾完的欢 离婚就找下一个 到了晚年不孤单 你妈呀 大哥你这么简单 我挺佩服你 那一般人 就是说年轻小伙 我都不能打了 说能能能能 能整个三四个故 真的 哎呀妈 我离婚这么多年了 我二十多年了 我一个我也没整两个 大姐一直认为大哥 不说实话 虚头巴脑不是在 这样的人结婚了 注定过不场 大哥说 我真不是故意的 这不面对镜头 不好意思吗 我也知道整多了 那我一会实诚点 你们别见怪啊 红娘劝说一痛之后 离婚的事就算翻篇 咱说点正经事 你以为说的就是 你这样的四天来过家 三天来过家 因为你要再成家的时候 你能承担起这个家吗 我是条件啥呢 我想找一个 有固定单位的 每个月 工资 你得达到五千块钱以上 我还得在长处有楼呢 那没达到 大哥这真是实在进上来了 说走就走啊 您这是要上哪去 等会儿 咋的呀这个 不然 这大哥真是直男 达不到你要求 还浪费啥时间 是不是以前离婚 也是这样的 只要意见不合直接就散 没看出来脾气挺倔啊 一点面子没有 说给亮下就亮下了 本来这大姐脾气就爆 这下直接给整爆发了 红娘在旁边一直对大哥小植疫情 动之一力 从尊重说到辛苦 从付出说到理解 这大哥总算有点开窍了 你跟你跟你说解释 你这样的方向 我们总说两个事 那能够吗 你不是我们主理方的事啊 对不对 能够有推分性的吗 你怎么样 你这科技怎么样 那你错了呗 你说呢 错了呗 你是不是错了 是不是还是给我面子的事吗 不是给我面子的事吗 不是啊 不是啊 你跟你跟你说一声啊 是啊 走吧 这才像个老爷们 有错误就得承认 做错事就得道歉 老爷们说 谁在对起啊 真的 但是你说他还没理解 但是真的 我一激动我就走 但是大哥这激动 给大姐整得怒气难消 这离婚二十多年了 刚相个亲 就让人甩下脸子 心里很是难受 我看着大姐 这眼睛都眼泪寒眼圈的了 不理解没办法 这样玩都是 这得说说的 都是半路的了 是不是啊 你说这都说半路的夫妻 两往一起走 是不是啊 那我都半百了 五十岁了 那我能不提起这要求吗 你说我单身 那么二十多年了 我必须得有我的要求 大哥这回来道歉的态度 确实很好 也承认了自己 就是因为觉得 达不到对方的要求 那些有点受挫 所以才激动的 你提的要求没毛病 我关键我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那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应该说的已经半百的人了 我只能说的 那我半百了 他常说是 我家没有个楼 我再找一个住房子住的 那我 你说找他干啥呀 那我 到这我可得说几句啊 大姐你都知道 你自己半百了 还要楼要地的 咋的 用年龄换房子啊 这是找老头 还是找免费住房呢 那前半生大好时光 能用来奋斗的 你都没房子 咋的老了老了又老太太身份 直接要个房子啊 要求可以提 但是咱不可能拿房子 当造对象标准啊 多少人守个冷冰冰的大房子啊 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呢 别太污知了我的老大姐 大哥抬屁股就走这事 办得可真呵成 大姐提出要求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希望老年相信啊 还是要真心寻找另一半 别总是嘴上说找另一半 实际要找大钱包 偏离鬼道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地瓜爱你们 希望我们身边的人 都是自己真心所爱之人 么么的 去吧